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D100新闻天地 直播失诱 李錦洪和钟禮謙为大家主持 香港现在我们每天很特别 今天真是不知明天事 本来是疫情好都有很多变法 我们先讲疫情先 政府过去几天非常严震以待 唯恐变种病毒香港落地生根 于是做了很多事 都是比较是仓缩和草稠的行为 今天终于有个报道讲到 原来那些是感染变种病毒的飞容 是和最初那个被视为 可能是源头的印度裔男子 是曾经接触过的 真是没鬼又不死人的 毕竟卫生署和政府也找到了 为什么这个变种病毒株 就会在社区传播 原来源头就是早前 这个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 曾经去到亲友的家庭聚会 而参加这个聚会的其中三个参加者 又和昨天确诊的两个飞容 和日前确诊的东涌飞容 有个聚会 意味着至少有五个人 就是没有和防护中心 很如实去交代整个行程 有医生就说了 其实患者 没有理由会忘记近期参加过的聚会 就质疑了 是不是有人蓄意隐瞒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偵查能力 这个很大问题 就是你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环节都弱了 你那一路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缺口 形成了另一个问题了 就是过去几天都是一人染疫 就全下都要隔离送检 都要隔离了 送去这个隔离营 那里是真是一个很绕闻的工程 一方面这个配道方面是很不够 那特别你想一下 一个任何一个正常的小市民 他有工作有很多东西 甚至今天有报道说 那些宠物怎样照顾呢 你突然间就要大家三个礼拜 快点收拾东西走 那你发现很多工作要交代的时候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草率的草市 想想过去两三个月 很多旧式大厦的渠管有问题 那袁教授真的有看 那看得很仔细 他也是找到 那这个隔离的不行 那些层层要撤离 那这个同一座数撤离 那这个是很有科学化的理论 还有很小心去判断 如果政府不理 就全部去隔离 于是现在出的问题了 我觉得两天政府会缩沙的 哪有这么多地方安置呢 你隔离营 现在是已经满了一半 你还要留一点 你不能用光 你起码留分三分之一来到 士兵 你看见整个配套整个的执行力 你发觉是这么多脱漏的 有什么办法 政府脱漏 而下面那些的检测 不脱漏呢 那现在的检浴中心的单位 其实据报道所说 只剩下四成 如果继续一人掩疫的传动大压 全部都要送去这个检浴中心 相信老总所说 就是留三分之一的位 这个情况也很不容乐观 究竟飞庸的群组 又或者这个变种病毒株 在这个社区的传染性 会不会在这个星期又或者日后的时间 就是越揭越多出来 再看回政府 真的是不是又是继续 一人检浴全部丢在这个检浴中心 这个绝对是不可行的 好了 再说回正程方面 当然正程表面上 现在没什么可以说 这两天有个很明明的变法 就和胡志偉申请出外奔丧 父亲的离世 去说起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因素 正是在政圈当中 不断都说民主派是不是参选 民主派参选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民主党会不会参选 你突然间 就是党主席 竟然在监狱坐牢 而法律是有人情在 有先例可援的 而不准他出外奔丧 这件事 两者之间是两件事 但一个人就将两件事都可以丢在一起 稍后新闻开始广告 再和大家广告 究竟电子奔丧有多荒谬 以及对于日后 民主党会不会参选 稍后再同大家点个问题 先来说今天天气预测 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有陽光 最高氣溫28度,吹和換至清淨的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未來兩三天,大致天晴和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 現時氣溫23.7度,相對濕度83% 今日的新聞早點,下午一早帶大家吃漢堡 說到漢堡包是西方飲食文化當中 一個是最普遍、最流行,亦都最受歡迎的 所以很多時候,大食王的比賽,一旦是吃熱狗 一旦是吃漢堡,一旦是吃漢堡 在既定時間之內,充容地吃了五公斤的漢堡餐 這個五公斤的漢堡,聽上去都很囂張,吃了五公斤 要多久之內吃完呢?30分鐘之內 澳洲一間酒店舉辦競食挑戰,四個幾月以來 都沒有人成功過,直到上星期終於有第一個成功者挑戰成功 今次這位挑戰成功人士是甚麼呢? 就是來自適合的一位大衛王 因為走走山,覺得肚餓了 去到這間酒店,就是意圖 誰知,原來他都不用半小時就吃完 用了五個字,就已經吃光整個漢堡包 還要吃其他芝士蛋糕、雪糕等等的甜品 當然,酒店老闆亦都覺得,為起這個大衛王 似乎都不是在那裏很急的吃 都是好像平常那樣 萬條絲你這樣吃 除了吃完這個免費漢堡之外 原來挑戰成功的人士,仍能夠得到大約3600元的港幣的獎金 如果根據報導,大衛王其實是用他很正常的食物速度去吃 很正常你去吃,亦都不是說 很自設,要去吃免費餐或獲獎金,就很肚餓 走到山上去,有這樣的比賽,我又吃一下 於是,松茸子就創作了一個吃漢堡包的紀錄 好,又說一下,日本有一種狗,香港也有 叫救助犬 在災難現場,幫忙等等 當你成為救助犬,也有 第一,你要嚴格訓練 第二,一定是純種狗 雜種狗有沒有機會去成功,就很難 不過竟然有一隻 在福島事故之下,這隻被遺棄的小狗 雜種狗 竟然說好像人一樣,奮鬥努力 考了首次,終於被他過關了 這隻雜種狗就叫做薯仔 在三一一大利鎮後,三個月就出生 當時,這隻狗的主人因為要去避災 所以將狗送到一間動物中心,找新的主人 但是,因為薯仔,他生性就怕怕醜,沒有人想領養 但是,動物中心的負責人就發覺 薯仔,其實他的運動能力 相當之不錯,所以決定訓練他做一隻救助犬 但是,剛才老祖都說到,這隻 一、二年開始就考了很多次試都考不到,但是最終 終於被他考得到 好可惜,大器晚成,因為救助犬只能復育到十歲 意味著,薯仔即使成功考到之後 做幾年就要退休 但是,這座的投考奮鬥史 會列入日本小學的德育教科書 成為一個兒童圖書 就是教導一個奮鬥精神 特別對很多出身平凡的家庭來說 儘管我們出身,我們所謂的 沒有什麼貴族血統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條件 但如果你努力,仍然有機會 可以達到你的目標 好,轉來看看台灣的兩岸使命 首先看看聯合部 說到 政府開賭場 為何說政府開賭場呢 事完聯合部社論說到 現在台灣的股市 就像台灣的賭場 而渣裝正正就是台灣政府 再說到 台股連續幾天都跌 引發投資人的恐慌 社論就認為,問題在台股的投機氣氛 十分之濃厚 泡沫越催越大 總會有一天就會爆 亦有外界出現一些論調 台灣的股市就像賭場 亦都批評 政府以當沖降稅 其實就是間接 直接鼓動了 台股爆量熱落的操作 是時候要收手 了解台灣股市跟香港不同 香港是一個很國際的股票市場 台灣的股市 好像怕人玩 亦都不是很多國際資金流向 亦都很多買賣方面 很多限制 所以它的操縱 是比較容易 相關法例又不是那麼嚴謹 很簡單 有些台股 一天可以升幾倍 香港如今情況 要停牌 台灣不用 即是說它那個賭大賭小 真的可以操控得很特別 但這篇電報社 就說到 現在政府不斷 叫人去 去投入股市 去穀旺一些經濟 但會不會好像政府 去造莊 亦都說到 其實這兩年 亦都陸陸續續多了 一些台灣的年輕人 就在台股裏面 就開了一個戶口 亦都說到 年輕世代擁有的資金 其實是有限的 如果過度用融資手段 就想去賭場 以小博大 一旦 股市爆破泡沫的時候 資金紅河的人 還可以選手離場 但是 年輕人又能不能夠 安全離場 還是撞身 股海 所以 社論亦都說到 似乎 短期措施 即是降稅 政府雖然 屬於股市 但長遠來說 是否應該回復正常的機制 就不再延長 這種現象 其實在香港 在疫下的經濟 很多人沒有一份工作 打工的收入 太過微博 很多人 索性 很年輕的做股神 特別現在 買賣股票很容易 你開戶口 都在家 按一下 記得 所以這些投機的行為 越來越普遍 並且 好像全民皆股 所以聯合報章社 亦都點出了台灣 當前的社會 現象 好 轉體國際焦點 說到 歐盟 跟中國的關係 面對美國 以及 美國等等的盟友的圍堵 中國很希望能夠突破 其中一個很大的突破 希望跟歐洲 仍然建立一個穩定的關係 所以中歐投資協定 就是 停停打打 都經過了 好多年的 傾談 本來 早前 都達成了一個比較 樂觀的成果 但是 歐盟最近又有一些 新的變化 連環出招 所以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基本上 現在 叫停了 這個中歐投資協定 暫時推動 標誌著 中國用了七年時間 去磋商 其實就完全失敗了 歐盟更加計劃 加碼推出新的規矩 阻止 獲得政府補貼的外國企業 在歐洲 進行收購 又或者 取得政府的合同 歐盟星期六 亦都會跟印度 重啟貿易磋商 以及 重整供應鏈 去應對中國的挑戰 雖然中歐投資協定 已經暫停推動 但是 歐盟的發言人 事後澄清 未有暫停 只是在審核 但是強調 中國對歐洲議會的制裁 是不可以接受的 審核的前景 就會取決於 局勢是怎樣發展 換句話說 只要中國維持制裁的時候 這個協議 都不可能 獲得通過 事實上 歐洲當然很希望 跟中國做生意 但是 當你吸取很多經驗 過去 中國二三十年前 就開始開放 其實不斷跟歐洲很多的合作 公司 廠房合作 他們都 是偷師 學了一套東西 學了一套東西 他又研發新的產品 現在 到時候 財雄世代 是整間歐洲廠 吃了你 拼購了你 這件事是歐洲最奇 你說什麼 世界問題等等 那些其實是表面排面上出來說 實際上一定去到一個 實際的經濟利益 那裏 歐洲的國家開始 都 有時都被美國影響 但是不會被 美國控制到 就是說 如果中國強大 其實會 拼透了 就是 慢慢殘留了你很多國家利益 所以 也有外國的學者 就說 這次中國 做了一件 自己最害怕的事 就是 統一了歐洲 政治不同的意見 而且 做得很好 所以這次的中俄投資協定 究竟能否 在未來的日子 重啟 看看中國 對於制裁方面 會否有所調整 另外 歐盟亦公佈了 一個更新版本的 歐盟產業戰略 歐盟對大約 百多種產品 高度依賴別國 一半就是中國 未來 一定要重整 而且在歐盟 年番出招 對付中國 美國的貿易代表 亦都說 在短時間內 和中國負責 貿易的高級官員 接觸 檢視 雙方 在第一階段 貿易協議表現 從那些種種跡象 難怪 北京方面 都很緊張 表面是口硬 表面 壞牛市暴然 是一種戰狼的姿態 等等 但石上 他都 非常之擔心到 一方面 美國的圍堵 一方面 歐盟的關係 都斷了 你 你怎樣繼續 跟這個世界 去 去接觸 怎樣推動 你很多國策 你全部靠自己內循環 又有很多問題出現 這方面 值得我們去留意 好 半鐘 我們休息回來 說回香港本地新聞 每天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報章精華內容 社評集要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 新聞天地 主持 李錦鴻 鍾藝謙 早晨 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歡迎收聽D1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腦中 直播室有腦中 李錦鴻和鍾藝謙為大家主持 好 看看今天的頭條 大多數都回到疫情的變化 特別回到那個源頭 這件很重要 任何問題 你看表面的現象 來回應 有時真的會 祝菜容神 所以你怎樣找到問題的根源 在問題的根源去處理 這就是真正 用科學 和現代化的精神去處理 但是 香港很多問題就如是 社會很多的深層次矛盾 你不敢去碰 不敢去接觸 只要透過總統方法 表面上去壓抑一些東西 你出現那個問題 即將問題 你看今次 印度男子 帶來的變種病毒 你搞了幾個星期 搞到 全城都 被你困擾了 你今天才說 原來 很多的行蹤是隱瞞了 如果一早 去查清楚行蹤 如何 撥草沉舌 一路追查 很多東西 好像及早防範了 究竟這個變種病毒株 真的會不會有更多的潛在 或未發病的個案 在社區存在 接下來 又要迎接 這個 母親節的 假期 或者節日 很多人都在擔心 究竟現在這個都不知道 旁邊那個有沒有中招的時候 會不會外出吃呢 一中的食肆 早前 受困於ABC這餐的問題上 加上這個變種病毒 的確令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似乎擺脫第四波疫情的 暑光又好像消失了 會不會好像有些專家所說 這個變種病毒 又會引爆香港的第五波疫情 當然疫情的變化都難以預測 但那個社會的人心 那個 惶恐 特別現在多一個 叫做外傭恐懼症 在那裏有班姐姐在 聊天 立即拖著手 快走快走 為什麼 你無心去歧視 但造成了 一種對族群歧視的社會效果出來 所以 這方面 相信這兩天政府應該有些事 都要 調整一下 現在先看今早早的新聞頭條 評判日報的頭條就是 衛生署確認 雙變種病毒的傳播鏈 印度的 男子引爆外傭群組 升到頭條就是 七名確診傳播鏈曝光 兩宗聚會 五人涉及隱瞞 明報的頭條就是 兩場聚會 染變種病毒的印度漢 扣連三名 飛鴻 東方的頭條就是 雙重變種 涉多重的男女 飛鴻 懷疑隱瞞 狗派對 民衛投電報道 變種疫下要全部撤離 檢疫中心都面臨這個迫爆 藍組也都用了 找到這個 是變種病毒的傳播鏈的情況 信報 美國是 考慮改變中國軍聯企業的投資 禁令 經濟 旺角新盤的激戰 又趕到新盤 定出低價來撤擊 大公報 有排隊黨就招招去掃盡 網上放手 賺些茶錢 星島的報導 相變種病毒集港 本港昨日就再確診三宗 帶有南非變種病毒株的本地個案 當中兩人是 前日初步確診的非用 去到昨日 已經有累計10宗帶有南非變種病毒株的個案 相關個案的傳播途徑一直都成迷 直至昨日終於揭曉 衛生防護中心揭發當中7人 原來是屬於同一條的傳播鏈 最先確認的印度裔男子及其女友人曾經去到親友家中聚會 而這個聚會的其中三名參加者 又再同昨日確診的兩名非用 及日前確診的東沖非用聚會 意味著至少有5人未有誠實向防護中心交代行程 甚至可能有更多曾經參與聚會的人士掩疫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就相信印度裔男子就並非忘記行程 而是刻意隱瞞 必須要起訴印度裔男子 以免同樣的事件再次發生 聲道的報道 明道引述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的回應 患者無理由忘記近期派對聚會 估計有人蓄意隱瞞 他促進政府檢控所有隱瞞者 要以警校友 這樣的行為很容易觸發第五波疫情 梁子超說多務只急要追蹤兩場聚會所有出席者 而他們在社區逗留的時間長 或者已經將病毒傳到社區 要繼續為外傭等高危群組強檢 亦都要大派 這個樣本包的數目 以免需要上網才買到的情況 這是來自明報 蘋果就引述了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的說法 兩名確診的外傭是朋友 本身在不同地區工作 傳染期間曾去到不同地方用線 恐怕造成礦山甚至出現超級群組 全面攻陷社區 他批評政府防疫工作是集中在下游 未有為入境人士做抗體測試 令多宗輸入個案成為無頭公案 他建議應該加強從上游攔截 增加旅客抵缸之後的檢測次數 並且盡快找出檢疫酒店是否出現問題 包括安排住客入住之前 和離開時做血清抗體檢測 以及在頭七天 再增加一次檢測 來自蘋果的報導 明報曾經一起聚會 變成變種新冠病毒的三名非傭 觸發了三堂大廈的居民 要檢疫21天 多局安排被批評混亂 其中前晚已經為封的全威花園R座 超過大半天仍未完成撤離 有居民等候多時仍未獲安排去檢測 而不負臨到豪峰居民昨晚發聯署信 要求居家檢疫 提出可以穿戴追蹤器 和衛生署分享大廈閉路電視的影像 來自明報 星島的報導 多中大有變種病毒株的個案 流入社區 為及早截斷傳播鏈 政府會安排患者所住的大廈 全部居民隔離21天 令近期要接受檢疫的人數大增 昨天單日就有三棟大廈的居民要送往檢疫 但安排了一整天相關人士才能入住檢疫中心 又要檢疫的市民就批評 安排是混亂 亦都有檢疫中的市民反映 檢疫期間曾經嘗試通過熱線和WhatsApp短訊 要求撒取食物和垃圾袋 但一整天都未能聯絡工作人員 星島的報導 可以說是疫苗接種情況 星島報導 疫苗接種計劃踏入七十天 接種手劑疫苗人數 終於突破百萬大關 負責統籌接種事務的公務員事務局局局長聶德權 昨天發文是感謝市民支持接種計劃 又呼籲市民要盡快行動 政府在上月底宣布以 疫苗氣泡為基礎 放寬社交距離的措施 對比近日的數字 接種首劑科興疫苗更加重返六到七千水平 而接種復必泰疫苗人數 維持大約一萬一千劑水平 反映市民的接種氣氛有所好轉 有參與計劃的家庭醫生表示 近日有不少食肆員工 和外傭都來打針 亦有不少持觀望態度的市民 亦都在近日的棋心肝接種 來自星島 明報的報導 政府早前宣布將分期發放 總額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 自由黨批發及零售界議員 邵家輝就建議 政府可以在五千元的消費券上 額外派三千元給打疫苗的人士 令市民有更多的誘因去打針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許正宇就說 分期派發電子消費券的安排 是有微調的空間 四間獲政府選出的儲值支付工具刑辦商 分別是減免新申請商戶 在消費券政策期間的交易費 明報的報導 蘋果 華大基因懷疑走了入住 檢疫酒店的變種病毒個案 檢測亦都連回甩漏 但在林鄭死攬之下 只有 暫停參與個別的檢測項目 而且華大在本港檢測服務一直 獲得眷顧 其位於大埔工業村的實驗室 參與政府數以億元計的檢測服務的 肥豬肉 超過八個月 至今仍未獲得任何 跟新冠病毒化療 有關的認證 是本港六間為政府提供相關檢測服務機構當中 唯一的一間 未獲得香港金標準 認可 認可處下 香港實驗所 認可計劃 認證的公司 有法案書估計華大 避免受規管 因此根本不去申請 認證 來自蘋果 星都報導 本港近日受變種病毒威脅 市民關注 現在公港兩款疫苗對預防感染變種病毒的效用 食衛局長陳肇始昨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 疫苗對變異病毒株的保護力 是政府日後認可和選購疫苗的重要考慮 而政府正開始考慮 採購新一代新冠疫苗和規劃 下一輪接種計劃預計最快明年實施 星島報導 好 看看政治新聞 正在環壓的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 他父親早前逝世 胡志偉申請外出奔喪 懲教處以保障安全為理由拒絕批准 提出安排視像方式參加喪禮 胡志偉團隊成員昨日透露懲教處建議 派員到場 透過電子器材供胡志偉簽養為用 但是胡志偉家人都難以接受對先父的不敬 拒絕安排 又說胡志偉對未能見父親最後一面 都痛切心非 懲教處批准還押者奔喪有多宗先例 甚至包括是瑞絲案的疑犯 立法會前議員趙家俊也曾協助酬友 申請並兩度獲批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批評懲教處做法是惡毒 石牆花創立人立法會前議員趙家俊批評 處方是不近人情 若果批准胡志偉外出奔喪 呼籲外界不要到場 外界亦都會答應 則質疑處方 不批准胡志偉的申請是政治問題 是願不願意做的問題 強調黃藍是顏色 但生死是人命 來自蘋果的報導 星島國安法通過之後 康民署今年以疫情為理由 拒絕處理支聯會 在維園舉行六四集會的申請 意味著支聯會連續兩年 未能獲得批准 在維園舉行六四的燭光晚會 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接受 在星島專訪時質疑 政府的拒絕不單是因為疫情 亦是滲入了政治的考慮 情況都不容樂觀 每方會因應情況作出通盤的思考 他說 如果用去年Pan B的方式 即是分批硬廠維園 都未必行得通 認為現在政治的風險大增 要合法和和平有秩序 才能令到悼念六四在香港延續下去 這些來自星島專訪 蘋果報道已成為建制派一言堂立法會 昨天就審議警方成立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申請 當名建制派議員借提發揮 離題追擊支援反修例運動被捕人士612人道支援基金 在未有任何實質證據下 指控基金洗黑錢 勾結外國勢力 要求警方執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及警務處 都回應 中籌本身沒有違法 若涉及洗黑錢 詐騙才屬於違法 蘋果報道 《明報》引述 由丹麥政治家成立的非謀利組織 民主聯盟基金會 昨天發佈 年度民主觀感指數 2021報告 調查發現 全球對民主渴求普遍上升 唯獨香港明顯下跌 跌了10個百分點 調查發現 亞洲國家和地區普遍認為 美國和中國都令到民主受威脅 而最感受到民主受中國威脅的國家和地區當中 排名首位 台灣 香港就排第五 這是來自《明報》 再看來自《蘋果》的報導 日前莫德金 《瑤瑜新聞自由掌大獎》的港台節目 鏗槍集 《721誰主真相》 其編導蔡六寧為追查白依人事件而進行車牌查冊 上個月底被裁定虛報查冊用途罪成罰款6000 成為牽涉721事件被定罪判刑的第一人 亦首次有記者因為殘測而被定罪 蔡六寧昨天在社交網站表示 已委託律師 就定罪提出上訴 並且透露曾經想過放下案件 但思考過後就認為 這一刻若是放棄追求公義 必定會令他悔恨終身 是夜不能寢 強調已是為案件上訴到終審法院做好心理準備 亦都期許自己身為傳媒人會活在真實中 蘋果的報導 看看報章的《社評摘要》 社評摘要 經濟社評 經濟社評講到 港府必須是急市民所急 以風險為本 安排檢疫 容許確診者的低風險鄰居 適數留家隔離 若非送隔離刑不可 應該長家解說 背後足夠的科學理據 而且提供更加充足的支援 已打針的人士可以縮短檢疫的建議 應當快馬加鞭去推行 經濟社評 星都論道 在疫情爆發初期政府對風流強檢和隔離 都是十分猶豫 決定得慈 行動 更加慢 政府要有效抗疫 必須敢於大刀闊斧 不應該受政治 噪音的干擾 否則只會事事慢撥拍 做到一半 結果令到變種病毒 更加肆虐 讓成了大禍 這來自星島 明報的社評 全球抗疫 長路漫漫 除非人人安全 否則 沒有人安全 印度疫情失控 變種病毒 弱成為各地抗疫重大挑戰 新加坡已宣布加強入境檢疫限制 香港外防輸入也要加強把關 港府應盡快檢視酒店檢疫 和採養安排 及早改善 停飛熔斷也需要更果斷 與此同時 公眾也要有心理準備 為防變種病毒在社區擴散 強檢隔離的力度短期是有必要加強 明報的社評 文媒都論到疫情和經濟的關係 回想到03年SARS疫情之後 受惠於內地開放了個人油 本港經濟是迅速重振 創出大量的就業機會 因此本港當務資格就要揭力 全力來徹底控疫 才能夠分享到 內地巨大的旅遊 消費的紅利 才能夠為香港的經濟復甦 企業經營好轉 注入圓圓的動力 來自文匯報的社評 蘋果的評論講到 經濟學人雜誌最新一期的封面專題 用了台灣 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做標題 這件事引起大量的討論 對美國來說 會不會協防台灣 不是說不說的問題 而是台灣 對美國的戰略價值 有幾重要的問題 台灣今天的戰略價值 首先是意識形態 台灣是亞洲民主國家的典範 美國失去台灣 是世界民主陣營的一大挫敗 其次 台灣對美國地緣政治上的價值 亦無可取代 再者 是台灣撿世界 晶片生產的牛耳 美國是不可一日 無晶片 美國是不能承受 失去台灣之痛 中共一旦是武力攻台 美國一定要協防台灣 美國對此心中有數 中共對此心中有數 問題只是 美國 要不要將自己的決心 清晰化 來自蘋果的評論 中共機關刊物 投資雜誌刊登了國家主義 習近平在年初一次的重要說話 要求防範和糾正對雙秦雲的八大誤區 信譜社評今集是論到 這個正是意味著 在現在複雜 嚴峻的國際環境當中 要準備好應付對抗格局的升級 換言之 只要經濟保持向前行 就無需太擔心 暖期的波動 大家應該集中精力 對外防止風險傳入 對內防範風險自爆 步步為營 以手為攻 順報寫平 跟著新聞解讀 解讀下 民主派 特別民主黨的參選 意欲 以及近期的事件 會產生一個怎樣微妙的變化 新聞解讀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 亦都是 最大的民主派的政黨 民主黨 他的參選動向 既有實質意義 亦有象徵意義 但在新的政治環境下 民主黨要考慮的事 相當多 包括在新環境下 你如何重新去政治定位 你如何覺得 得到選民的支持 亦都需要 評估下有多少可能 勝算 凡此種族 都需要更多時間去討論 而在多位的黨有 被囚還的期間 當然不適宜作出任何決定 都要看定一點點 但這幾個變化 亦都有很多 所謂眼前的因素 都可以影響到 民主黨 中人 特別那些 中堅分子的 想法 其中一個 很微妙的 就是 他們的黨主席 胡志偉 要申請出外 賓喪 見父親 沾養為傭 出席的喪禮 都被懲教署拒絕了 這件事 好影響到 民主黨中人 對未來 他們的 定位 的想法 究竟 要真是 做一個 忠誠反對派 因為 成一個 在野的 反對派 這個 這種微妙的 心理變化 其實 你講不到出來 但你 是會影響到 特別 胡志偉 胡志偉 很特別的一個 扎根於基層 一直在黨中 很資深 陪跑了很多年 我看著他 陪跑了很多年 到今天能夠成為 黨主席 即是前黨主席 現在換了 羅健熙 他黨中 其實也有一個 相當 受 大家黨友對他的尊重 他沒有敵人 這是很特別的 這次 對於 胡志偉 這個 賓喪的處理 固然 這個 懲教署 這個 視像 沾釀為傭 固然 令人覺得 荒謬 哲極之外 亦都 說到 喂 如果你 沾釀為傭 可以用一個視像方式 為什麼不用一個 電子 即是坐牢 戴上一個 不知什麼追蹤器 也好 當作坐牢 行不行 更何況 現在胡志偉 只是正在 還押 有人找回資料 其實劉曉波當年 亦都能夠外出賓喪 甚至 亦都有其他刑事罪犯 被判刑的 囚犯 都可以外出賓喪 胡志偉 在今次 被懲教署 就說 因為這個 保安理由 所以就不批准 其實說不過去 回應剛才 路總所說 究竟今次胡志偉 申請出外 奔喪事件 會否影響 民主黨 日後 在政治路上 參選決定 羅健熙 亦都 連一來 接受訪問時 都說了 最快 或者最遲 就在7月 時 會有所決定 究竟 會否有人 派員去參選 但截至早前 訪問為止 亦都沒有人 明確表示 自己會參選 但是 即使參選 如何說服 黨內中人 如何說服選民 去將票投給他 亦都是一大難題 如果再從 即過往一些 競選口號 就說要去監察 這個政府 又或者要去 立法會 要就住 一些決定 即投下反對票 在現在新的 立法會的形勢當中 其實你做甚麼 都沒有用 用甚麼的理由 能夠說服到 黨內中人 以及選民 就成為關鍵 即回到最 最基本問題 參選所為何事 即蓋起 政黨在議會所發的功能 在未來來說 這些原有的功能 定位 是要改變了 所以你 首先一定要找出 參選所謂何事 重新政黨 那個在新環境的定位 既要中常委做出 一個判斷 再加會員大會通過 是要過很多關 所以現在任何人 無論是興姐好 羅健熙好 等等 何俊仁這些 圓老好 沒有人可以說得出 即是參不參選 但很多事態 影響 都令到 一些本來都覺得 應該繼續參選的人 都意氣蘭珊 都覺得 沒得玩的 沒得玩的時候 究竟民主黨日後的條路 怎麼走 留待羅健熙 等7月的時候 再和大家 說回最新的情況 時間來到8點半 下個節目是風波裡的茶杯 俊仲敬